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九旱不语,南部烈日当空,台南北门景在脚管盘盐田获利,晒盐产量大增。 台南水情严峻,已进入第一阶段限水,部分农产也因缺水受影响。 全台唯一日晒生产海盐的北门景在脚管盘盐田却是受汇增产,日投赤盐盐, 加上海风吹拂,加打洁晶池的海水蒸发生产海盐的速度。 景仔角盐田因洁晶池底下铺有碗片,因此称为瓦盘盐田,统计5月到今天遗产海盐30公吨, 今年1到5月合计生产约80公吨。 景仔角瓦盘盐田是现存台湾最早的盐田,台南热门的观光景点,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将景仔角盐田委托皇上文创经营, 雇用5名盐工生产管理盐田,吸引游客参观。 在景仔角担任晒盐技术顾问的84岁台盐退休员工图丁信说, 不下雨,日照墙,结晶池生产的一层盐,二层盐和盐花的速度快, 目前日产可达2公吨,且天然海盐品质很好。 目前堆放在盐田旁的海盐,累计已达357公吨。